这节的环宇大话题 我们要带您来关心 丰田汽车最近表现真的是相当的亮眼 那在销量的部分 2月全球销量年增10.3% 大约是77万3000多辆 不过更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的 就是日本国内的成绩 年增53.2% 整体达到了15万5740辆 那产量的部分 全球1月产量年增率是8.8 那2月产量年增是2% 高于原本75万辆的目标 而日本国内1月年增30.1%后 没想到2月又年增11.2% 总数达到了28万1000多辆 那这样的好成绩 主要就是因为零组件 短缺的问题缓解了 让Toyota跟Lessus 2月的全球销量 创下历史上2月同期新高 全球产量更是连续两个月都增长 不过由于半导体短缺 人是目前主要的问题 其实也导致了像是生产时间因此延长 而Toyota也还在努力要处理 汽车交付缓慢的问题 不过Toyota在今年12月的成绩 还是相当亮眼 那接下来他们的展望又是什么呢 首先新任执行长 他就有提到 除了要尽全力提升电池电动汽车的发展以外 他还特别提到 氢气也是一个重要的替代能源 虽然未来几年呢 要扩大这个氢基础设施 Toyota就希望确保氢气 仍然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因此就需要在氢能源上 打造一个生产和运输的供应链 不过他们也有提到 像是氢能源的使用率 如果要大幅提升 恐怕还是需要氢能源科技 有一些重大的进展 那大家就很好奇 为什么这个氢能源科技那么重要呢 主要就是因为Toyota 他想要达到碳中和的这个目标 除了发展电动车以外 其实发展氢能源 就是一个替代的办法 所以有了氢能源就更有灵活性 Toyota就可以根据不同市场 不同的碳中和需求来制定产品 为此Toyota也跟合作伙伴 像是春季重工 还有盐谷公司展开合作 预计到了2030年 日本的嘉倾站会从160座 扩到约900座 那我们从以上就可以一窥 Toyota未来的经营方针 将会以电气化、智慧化 以及多样化为目标 以上就是这节的环宇大话题 请订阅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